所以我们要怎么又去帮助他们 我个人的想法 虽然我们一直想要帮助世界帮不完 但是后来我想到一句话 我师父给我讲了 一个不快乐的人 没办法给别人究竟的快乐 虽然我们在帮别人 但是我们要学弥勒菩萨一样 学技工佛佛一样的快乐自在 心平静显现快乐 然后去帮助他 让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 你再大的灾难啊 再大的痛苦啊 没有问题 各位这很重要啊 你千万不要去看一个病人 你是怎么让车撞到的 你是怎么疼的 他还要再讲一次让你死 然后这边哭好几遍 就像一个小孩往生 你去给他探 他是怎么死的 你老婆再靠一遍给你看 那是很残忍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一点我就觉得 虽然我们没有很大的能力 去帮助他们 我刚刚讲的包括慈悸 全世界的钱给我们 我们也帮不完 但是一个平静快乐的心 是可以马上给他的 钱是有限的 钱是一个三小方便 但是一颗平静快乐的心 让他感受到快乐可以当下得到的 生病可以得到快乐 贫穷可以得到快乐 得癌症也可以得到快乐 灵命中也可以得到快乐 那我想这个是永恒要做的 自在的慈悲 所以要这样的 这没什么大不了了 师父啊怎么办 哪怎么办 要去极乐世界还怎么办 去吧 所以我很喜欢讲笑话 再严重的事情 讲笑话 幽默 自在 因为我师父给我交代 你不快乐 没办法给别人快乐 这一点啊 是 我在慈悸里面啊 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 很认真 但是 有一点压力 有一点 好像我坐在那边 怎么都不认同我啊 所以 我想在这一点 超越他 做我们一定要做 那是全世界都在 毁谤我 批评我 不认同我 我还是快乐的做 自在的做 就像全世界都在骂技工啊 那时候多少人在骂技工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笑得大肚弥肋 很多祖师大德都视线了很奇怪的外表 因为现 古时候没有什么电脑 它不显现奇怪 谁来学佛了 所以 因为这也是一种传播出去的方法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给人一种快乐 自在 所以我经常去不担 这个不担这个国家叫快乐王国 幸福指数最高 那我发觉 原来那边不是有钱 而且那边很快乐 我讲一个比喻就好了 他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 所有的老人不用去老人院 为什么 一个月给你三千块 你只要去寺庙给我转那个大金轮 然后就给你三千块 所以每个老人 去那边 这个一转金轮整个国家都进化了 那国家给你钱 所以老人可能努力 他们不是为了钱 他认为说 转金轮让世界平静 然后国家就供养他 你功德无量 所以他认为 这个就是人生的快乐 人生的快乐就是转金轮 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像我们去慈悲 都可以 所以他叫快乐国度 因为 不要求物质 不要求子女孝顺 但是自己能够把爱 因为每一个文化 展现爱的方法不一样 那我想 他们去转金轮 他认为这个金轮 每一道光 都会散出去 所以你转金轮里面 有一亿个咒语 然后就有一尊佛 出去利益众生了 他相信 所以有百千万亿的佛 去帮助众生 那当然 站在我们 除了观想 那慈悸更伟大 直接去做了 所以 五百个人合起来 就一千只手 对不对 五百个眼睛合起来 五百个人的眼睛 就一千个眼睛 就可以去救苦救难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最喜欢也最羡慕的就是 直接跟病人在一起 直接跟受苦的人在一起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你才有感受 你才有感受 因为谈恋爱不在一起 怎么谈呢 所以我们 能够直接去爱对方 慰问对方 牵着对方的手 我想 这个是黄金珠宝 比不到的东西 慈悲是钻石 所以 能够让你找到 生命之光 这个最重要 不过 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一直看时间 我这个人可以讲到天亮了 为什么我可以讲到天亮 因为我爱你们 如果我不爱你们 我看到你没话讲这就惨了 但是 我要说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要经常做功德 诶 念下来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正言上人 回向所有法师 要不断的去回向 因为你说 回向给 给佛菩萨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佛成佛了 还要我们回向给他吗 各位错了 你把功德 回向你父母 你所得到的功德 多了几百万倍 因为父母是感恩的对象 你把功德 回向你的师父 那你的师父的功德 有多大 那你又得到了无量的回向 所以就像各位我们去拜佛 为什么拜佛功德那么大 你用一杯水去拜佛 佛是无上福田 那你所得到的是佛的功德 所以佛陀要我们不断的回向 但是最大的回向 当然在那里是回向众生 我们回向众生 是回向他的心 因为众生的心就是佛性 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 帮助他离开暂时的痛苦 贫穷 生病 灾难 目的呢 佛教 慈祭 功德会 是透过这个世间物质金钱的帮助 希望对方找到他的佛性 佛性是不生不灭的 永无苦难的 如果用身体财富 那永远在变化 世间没有不变化的地方 但是透过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 众生究竟的快乐是什么 念下来 体悟空性 做一个比喻好了 每个人都怕得癌症 为什么你会怕得癌症 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在得癌症 慢慢的摧残 化疗 痕痛苦 你会怕 但是一个人如果找到 一个永恒不生病的生命 那就是我们的佛性 空性 自性 那是永远不会生病的 所以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透过物质的 世间的关怀 希望他找到一个永恒不变的 永远不会被干扰的 永远不会得癌症的自性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在这一点 那当然你如果找到这一点 所以虽然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善事 帮助众生 但是呢我们要安住在佛性 也就是说佛陀的觉悟一样 了解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我的存在 所有我的存在就是对方 就是你这样 就是世界 就是众生 没有单独的存在 要体悟这个佛性 这个佛性不是说无我 而是 等一下 原来世界就是我 原来众生就是我 因为我们是共同体 一体的 众生就是我 我就是众生 没有单独的存在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去找到这个佛性 简单的说就是卑至双运 所以我今天去翁全会家里 看他们佛堂就贴一个 卑至双运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你本来存在的 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空性跟大悲 所谓慈悲的本质就是空性 空性的行为展现就是慈悲 但是透过对方的苦难 痛苦啊 火灾啊 水灾啊 生病啊 贫穷啊 我们物质上 金钱上帮助他 但是要让他就尽离苦 念一下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这个必尽 那就是让他达到卑至双运的心态 让他恢复他的自信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让他找到这个呢 那是因为他在苦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 他没饭吃的时候你给他饭吃 但是他如何感受到这个空性呢 在这一点我要教导各位啊 那就是达摩祖师说了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当你内心自己保持在一个 慈悲与智慧 这种空性 觉性的时候 透过这个 对方就感受到了 他一感受到的时候 他就找到生命的方向 所以最后我要交代各位是 我们大家都在慈悲 但是请不要把烦恼带给对方啊 譬如说你去祝念 你刚好跟你的老公你不要去祝念 你念老半天阿弥陀佛都在吵架 因为你把烦恼给带出去了 所以我这个人的特点啊 就算前一分钟我被侮辱啊 我被强奸啊 下一分钟我要去祝念 我那个时候是干净的 我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个过去心 没有问题 现在我要去帮他 那个最重要了 所以透过跟对方接触的时候啊 把这一份自在的心 慈悲的心 给带给对方 那对方他认为 没有钱也可以快乐 这就是我常讲 我是出家人 他说出家人干嘛 没钱耶 对呀 我是出家人 没爱情耶 但我比你快乐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家人才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吧 把这个也带给对方 那这叫必尽大乱 但是你要把这个带给对方 你不去慈悸就不行 你先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体贴啊 要吃什么 要用什么 要关怀什么 我们都能够给对方 所以佛陀要我们 布施 持戒人入 这些要去做 最后呢 也要把般若智慧带进去 这个叫杯子双运的状态 然后一杯水也好 很多钱也好 让对方得到圆满的快乐 所以我想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最后带各位回向好不好啊 然后各位就要发愿了 愿我从今天开始代表慈悸 反正就天天笑就对了 然后被骂也OK 我跟你讲 不会没有被毁谤 你就不会更成长 所以没有被伤害啊 那就是 你要修行 一定要降服自我 降魔 你越大的苦难 所以每次当我被灯抱子 在骂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爽 后面有更大的可以做了 我只要保持接受安忍 不失持戒百千万亿 还不如忍入一分的功德 还是保持平静 谁来念一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季地狱苦 下季地狱苦 下季恶鬼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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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季动物苦 下季动物苦 特别各位住在澳洲 我可能要拜托各位 不管你每天做任何一个功德 会像这边的袋鼠啊 兔子啊 这些听说羊被杀很多啊 乃至牛也好啊 乃至当然各种的人类 都可以观想一下 若有见文哲 若有见文哲